有指許子安因為出軌事件 向BIGBOX道歉 好友梁漢文這日現身時 亦有回應 劉德華在身氣中 跟林佳欣合宴夫婦 兩夫妻拆出不少火花 還有日本殿堂級樂隊 LUNA C的專訪 大談成軍三十年的高低起跌 歡迎收看15分鐘熱度Plus 我是Koe,文貴琪 鄭秀文下個月 會在紅館舉行13場演唱會 經常對我在社交平台 分享被戰近況的Semi 這日也有出帖文 她表示自從膝蓋和腰部受傷後 年紀越來越大 所以身體機能回復得比以前慢 她很期待完展後 身心靈都放過長期 一眾演員這日現身為ViuTV新劇 Me Too宣傳 包括有梁漢文、張惠儀 黃敏逆、劉南光、強尼、陳子豐 說到好朋友蘇永康日前爆出 許志安因為出軌事件 向Big Four道歉 成員之一的Edmond也有回應 其實不用向我道歉 但我想作為一個30年的好朋友 我想這個階段,之前也說過 這件事不是適合說太多話 我也希望給她多點時間和空間 畢竟她也要慢慢調節心態 各方面 我跟她通過通訊息 也是簡單幾句 所以… 接下來Semi開場會不會去餐場 我當然去看 對,Semi開場時我已經完債了 就算我還沒完的蘇永康演唱會 我也去 好,說回新劇 Edmond和多位女演員 包括黃敏逆都有親密戲 被指嚴覆無邊 不過她說,只是你看我好 但那場戲 在一間舊舊校 他們將它裝飾了 變成一間鬼屋 像你去的活動 變成鬼屋被人玩 但在那裡,很焗焗的地方 很多工作人員 但我們在那場戲 就要做一些比較親密的事 但我們周身都說 這件事一點也不浪漫 而黃敏逆亦說拍攝這場戲時 環境很惡劣 實在是非常辛苦 因為那天我們在元朗的廢校拍攝 首先很熱、濕、下雨、多蚊 簡直有一幕,她離開,我打算捉住她 雙手是雪,會捉不住她 那些汗 所以當我們去演親熱戲時 大家都覺得有一種 很難以啟齒的、噁心感覺 而飾演女強人的張偉儀 和Edmond都有大膽的藏氣 但她說笑話比Venus幸福得多 我的場合是在家裡 所以應該不會有她那種不舒服的感覺 我覺得她最幸福的是Edmond 對,她不僅僅我們 她還有… 她還有兩個人 劉南光和梁康文相識多年 都是明星足球隊的成員 但原來合作拍戲也是第一次 阿楊炳哥是跟她第一次 踢球踢得多 對,沒錯 張偉儀以前是家興就熟 但真的要稱讚她 她不僅是成熟美麗了 但工作很舒服 乾杯… 真的… 我覺得她披露前面 因為我只能看到她有甚麼 她也不僅是美麗的 也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有些保安在這裡說 你做甚麼?你們不可以在這裡 跑完了,上車追,當作那場戲拍完 下一場戲是沒有我的 我很記得我和助手 去了喝咖啡等一場戲 接著就收到電話,就說 嘉穎,你現在要去警察局 我問為甚麼要去警察局 你被通緝 通緝?為甚麼? 剛才那場戲沒有申請 原來是澳門的保安局局長的辦公室 全劇組的人都聘請到警察局問話 因為在電視頻就看到你的樣子 所以你現在也要去警察局下口供 鄧麗欣和張俊首次合作 兩人飾演未婚夫婦 Stephy還說很難忘在戲中 要穿著婚紗在輕鐵路軌上奔跑 沒想過可以這樣的嘗試 很特別,而且畫面出來也很漂亮 是否真的有機會可以穿得真實 有機會嗎?你別走 人家當然有機會 甚麼時候?不好意思,我問錯了 難道甚麼時候 真的不知道有機會嗎 你這樣說我這樣 有機會,一定有機會 我錯了 對,有的 今個月20日 就是帶美人李嘉欣的49歲生日 所以最近慶祝活動也變得越來越多 繼早前和好朋友黎智和姐姐慶生之後 這個嘉欣亦有在社交平台分享 和老公許晉鏗和一班好友聚餐的照片 當然不少得在席間放閃 真是看見都覺得sweet 劉德華是新戲,可以說是宴福無邊 可以周旋在兩位女神 林佳欣和周桑拿之間 而她和兩位原來都是第一次合作 說到這次會和佳欣結婚夫妻 華仔大讚對方演技好 還說覺得相逢恨晚 而佳欣亦說很感謝華仔在片場很照顧她 這次有一點… 我自己也覺得相逢恨晚的感覺 我也沒想到在螢光幕面前 我們兩位是這麼像一對… 夫妻或情侶 可能這種氣氛真的天生 我覺得這次的拍攝非常好 華仔很信任我 我亦很信任她 基本上就交了一個人給她 所以我覺得開了第一次工作 我自己也對她不同的印象 覺得很感謝她很照顧演員 說到另一位女神周秀娜 飾演她的前代女朋友 華仔搞笑地說 想不到自己這麼大年紀 還可以跟娜姐飾演情侶 而娜姐就說覺得跟華仔很親切 跟她合作很舒服 很希望在表演上 可以找一些新血 跟自己再碰撞一下 這次也覺得… 沒有想過我一把年紀 可以跟她… 做情侶 她很有那種… 不會令我覺得很害怕 不會令別人覺得很緊張 所以跟她的合作很舒服 因為一開始她會捉著我 對著那些… 因為我們有很多掙扎的位置 例如你推我撞 所以這次的合作是挺舒服的 日本殿堂級搖滾樂隊 LUNA C早前來了香港 還接受我們的專訪 分享他們成軍30周年的點滴 這裡日本殿堂級樂隊 不經不覺已成軍30周年 雖然今天主人不在 但仍然有其餘 四位食員遠道而來跟我們聊天 歡迎LUNA C 歡迎香港 請求興奮 知道你們這次隔六年 是否再以樂隊的身分 來到香港 心情是怎樣的 先開始重複 但我最初在香港做的事 是20年前的事 那時,我每次都在這裡 完全是我們第二季的故事 所以在6年後來 在30周年紀念的故事 我真的覺得很光榮 這麼快就成功了30年 大家的感想是怎樣的 在30年紀念的故事 但為甚麼 Lunasi仍然想要做很多事 我會想要更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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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會想要更多的地方 所以,在30年紀念的故事 我只想想起這三十年來 最開心或最困難的事是甚麼 最開心或最困難的事是甚麼 最開心的事 是 對,但不算有興趣的想法 現在30年至今 五人就這樣做音樂會很開心 所以我希望在10年、20年、30年 可以進行 可以嗎 80年… 可以… 對 真是深夜的一段時間 我現在的演奏30年至30年 又會在香港也有興趣 對,真的 我們在2000年 對嗎 活動、終幕 這件事是很困難的時期 但這件事越來越 各種世界、各種景色 在這場地 變得強勁 建立的 那些困難也有意味 我現在感到很高興 知道我們接下來會出新碟 也會跟Steve Lily White合作 為何促成這節的合作 我認為是神祖的贈物 我偶爾出現了 Steve Lily White 也有很多話 我認為他有興趣 我認為是自己人類進行的結果 很高興 很開心,女律師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希望在40周年的時候 可以再見到你們 在雍著孫嶺的時期,再會見到 這就是這次10年會見到的事 很寂寞 舒奇日前在上海盛莊出席品牌活動 不過由於天雨露滑的關係 穿著高跟鞋的女神 走樓梯上台時,不小心滑身 幸好有身邊的工作人員 扶著她才沒事 不過期後看到舒奇在整個活動上 展露她的招牌優雅笑容 真的表現得非常專業 不過不少粉絲都非常心痛 擔心女神受傷 下一節,梁詠祺相隔十年 再簽約唱片公司 她說可以全程透入幕前工作 可以有多點時間照顧家庭 她還說最喜歡接女女放學 原因是甚麼 GiGi,梁詠祺近年在人生上 有多了很多新的角色 例如結婚、做了媽媽 不過對於歌手的身分 她一直沒有忘記 雖然近年比較少產量 不過近日簽了新的唱片公司 說要做一位故事 究竟有甚麼故事想跟大家說 好,今天的嘉賓是身邊的 GiGi,梁詠祺 你好… 首先要恭喜你 簽了新的唱片公司 未來也會有新歌推出 是 現在有專業團隊的支持 其實這件事令你更放鬆 還是花的時間更多呢 究竟是怎樣的 令我專心做幕前的工作 因為以前自己的製作家庭 也有製作演唱會或做歌曲 但很多幕後要煩惱 也要兼顧 不如有專業團隊去幫忙 是 灰姑娘 我當然想起我舊的那首《灰姑娘》 慘絕人魂 但我一看到現在《灰姑娘》 我也會想起原裝正版的 故事《灰姑娘》 因為經常告訴我的女兒 在這個團隊的幫助和打造之下 已經有新歌跟支持者見面 就是《再見灰姑娘》這首歌 一聽這首歌名 我想大黑粉絲一定會特別有感覺 會有灰姑娘這三個字 對於你來講這首歌 其實為何會有這個概念 本來不是由灰姑娘出發 本來是由童話故事出發 由說書人說 不如用童話故事做藍本 然後做幾首歌 不過這首歌又不是讓小朋友聽過 其實是用了童話故事 另一個更深層的意思 或是用更加知性、更加成熟的方法 去演繹另一個故事 這次如果用童話故事做包裝 沒理由與灰姑娘無關 就想起不如用一首舊的灰姑娘歌 但我又不想唱一首那麼慘的歌 因為現在我想唱的歌 我想可以做到一種安慰人 給予人的希望 心靈雞湯 有種心靈安慰的感覺 例如將來我的女兒失戀 我不會給你一首灰姑娘聽 忠誠如露我爸 她會越聽越慘 現在我會覺得不如聽一首 《再見灰姑娘》 反而是一首溫暖的歌 因為她也會讓我會否覺得能吃 希望能習慘 有甚麼意見 如果你愛你 沒錯 其實我當時聽這首歌 已經有那種美美到來的感覺 說故事 其實也可以說 在某個階段開始 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現在做的音樂 做的所有東西都是有這個方向 總之我的作品出來 是要有正面的信息 是 很舞蹈或很暗的歌曲 其實也不太適合我唱 也不太適合我聲線 我希望這個意思帶出來 給予別人一個很正面 和很舒服的感覺 可能一直因為我性格不乾 所以我以前做的有些歌 其實也有這個感覺 如果大家覺得真的失戀 或者去聽歌、唱歌 發誓唱一首苦情歌的時候 唱完之後,你也會唱多一首 是 不如唱一首 將你從泥騰拉上來的一首 比較溫暖的歌曲 是,有甜品 吃完很辣的東西也磨心一下 哭不如一大力是沒問題的 你可以哭的 哭完之後,我們就要正視你的問題 我們要帶著希望 樂觀點去面對未來 是 龜徒賽跑 其實龜徒賽跑本身是一個 很有人生哲理的故事 雖然是告訴小朋友 但其實現實生活中 成人的世界中 也有很多發生龜徒賽跑的故事 因為始終每個人都有個體 他總有他的限制、總有他的優點 你是兔子也好,是龜徒也好 其實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努力做好自己便可以 還有說書人、故事人 都關不關是由一個媽媽的角色 能夠吸引你去這樣做 對 你經常跟女兒說故事嗎 對,其實有這個概念 我覺得做一個說書人、說故事的人 是我最首度拿來的一份工作 但你現在不是做了很多年 已經做了幾年了 對 現在我想… 我唱一首歌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說故事給別人 我覺得 既然我近幾年 說了那麼多同一個故事 給我的小朋友聽 不如我說回這些同一個故事 帶我給大人聽 是,音樂方面 內容很明確 要正能量、正面善息 音樂班底是否今次接下來做的歌 有很多是老拍檔還是怎樣 也有的… 譬如跟舒文合作 《再見夫婦娘》這首歌 其實我對上一次跟她合作 真的很久之前 我有點忘記了被她捏我的感覺 然後我這次又再跟她合作 我也沒有期望 她捏了我五天這首歌 雖然跟我平時的錄音方法 可能有點不同 但有些新的火花也是好事 最後的效果也是很滿意的 林若玲填字就是Wiley 這次第一次跟她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項目 她填了我接下來的首三首歌 Eric Kwok合作了很久 對 剛才記者的招待會也說 其實她好像剛出道的時候 我們已經認識了 當時我也找她做一些歌曲 大家互相給大家支持 而且Eric也挺擅長 將一些支持者或聽眾 未聽過的一面拿出來 例如,衣武黎曼 當時聽起來又覺得 是很不同的Gigi 我覺得她唱的歌曲很適合我唱 對,很適合我唱 有時即使沒有主打那首歌 但她唱的歌曲在碟裡 我的歌迷特別會關注到 特別留意到 覺得 ön來的歌曲很好 這是 soccer 很想念她 靠著愛她的笑容 因為她訓練也很喜歡玩 跳舞…很喜歡跳舞 想起她要當鬼臉 他很喜歡做諧星的角色 哄得身邊的人很開心 而且他很高 雖然他現在四歲 但他像一個六、七歲的小孩那麼高 別害怕,別長大得那麼快,謝謝 現在有專業團隊幫你 自己的工作方面 可以交給很多專人打理 意味著家庭方面 對於老公也好、女兒來說是一個好事 因為… 我們就是那個專人 媽媽就多點時間 放在那邊,你也這樣想嗎 對,我就是家庭的專人 我可以多用時間照顧家庭 但也有好質量的工作 可以給予聽眾 是 先生是否一直對你藝人的工作 非常支持 不只是心靈上支持 是出力、出心地幫你 會否有地方 都是唱片公司幫得多、直接點 他幫得到我的心靈的支持 是 例如有時有些情況 他做事、錄音 我去不了照顧家庭 他會說放心,我可以完成 你會專心地做事 是… 這已經很重要 剛才也偷聽到你說 其實你很喜歡接女兒放學 是 那會否有機會時間 是要跟老公爭著做 還是大家分配好時間做 接放學已經被我霸佔了 因為接放學是小朋友很開心 會影響你 但送她回學時 是你看著她的背影 她就走進去 是 再見也沒有跟她說 她跟同學玩 我覺得很傷心 是 所以我不能夠每天都接受這個打擊 我寧願做接放學的人 是 開心點 Gigi Gigi就是一個媽媽、一個歌手 一個演員、一個老婆 一個女兒、一個孫子 我都辛苦很多的角色 我儘量每一個角色都做到最好 未必做到完美 不過也盡自己最大力 時間多了,可以這樣分配之外 會否也多時間做唱作的人的角色 因為其實你出道以來 都寫了很多歌曲 只是給自己或其他歌手 可能沒甚麼時間 有時作曲通常都是夜晚 可能作通宵 是 有時會翌日又沒甚麼精神 現在有了家庭之後 其實生活規律了 很大部分時間都回家 其實你這樣說也對 我都應該留點時間給自己作曲 對,上次跟Sammy一起做訪問 他一直都說要邀功 我記得我也會給你一些心思 對,很多歌手都在等你的歌 但現在簽了新公司 別這麼說 要先照顧自己的音樂多一點 最重要是希望你接下來 可以花多點時間在音樂方面 一定 等著粉絲 因為等了你很久 不過你也很好 偶爾約出一些歌曲 讓大家… 偶爾唱歌 讓大家聽聽你的歌 對 但是新歌真是期待 希望我可以快點和大家見面 好